它会迅速的长大 而且听说体积还能翻倍 市场上的泥丘是这样来的吗 今天特意从老乡那里买了一些野生的泥丘 还有一瓶啤酒 大家一起来揭开一下市场上的真相 哈喽大家好 我是户外红萍 有没有网友听说过的 我也非常的好奇 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 这个是八度的啤酒 然后把这个啤酒倒下这个小盆里面去 我们捐距离来看一下 然后把这个泥丘抓下去 哇 大家看一下 刺激非常的大 那再扎几条下去 大家看一下 好像会增大 我们捐距离来看一下 非常的壮观 这个场面 等一下捞出来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长大 好像体积是慢慢长大了 很快 我取这个泥丘 很活跃呀 然后这边的泥丘 大家看一下 这里的泥丘 它就不会动 这里的泥丘 非常的活跃 泡了这个啤酒以后 真的好像慢慢变大了 现在四分钟过去了 这个泥丘真的变大了 大家来看一下 它现在不动了 但是还非常的活跃啊 我现在倒到这里去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没有泡这个啤酒的泥丘 大家看一下 真的变大了 许多啊 然后这个没有泡的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明显啊 这个就是泡过的 然后这个还活跃啊 没有死掉啊 真的体积变大了啊 但是啊 没有听说的那么严重啊 说体积能翻倍 就是稍微长大了一些 也不知道什么原理 它泡了啤酒以后 会迅速的长大一些 也不会死掉 市场上的泥丘 是这样来的吗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呀 欢迎大家屏幕下方 转发分享 好